明人回到过去终于让佑恢复了健康之躯 就在明人击败了角都和飞断之后 她用飞雷神来到了大蛇丸的基地 此时佐助正一副焦急紧张的模样 等待大蛇丸对佑的手术治疗 她甚至没有发现明人来了 明人叫了佐助两声她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大蛇丸在给佑检查身体的时候 发现佑的身体状况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加不好 在佐助和大蛇丸的一番讨论后 大蛇丸打算给佑移植上蛀间的细胞配合治疗 佐助虽然相信大蛇丸一定能做到 但她还是担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柱间细胞 所以手术一开始 她便一直内心忐忑地在外面等着 明人笑着让佐助放心 大蛇丸肯定会成功的 许久后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 大蛇丸和移植丸柱间细胞的又缓缓走了出来 看到手术成功 佐助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明人上前向右打招呼表示好久不见了 又看过佐助未来的记忆 曾经的她将佐助托付给了明人 明人最后没有辜负她的请求成功将佐助拉回了正轨 对此她对明人表示感激不尽 而这一事多亏了大蛇丸先生的帮助 她终于可以陪着明人佐助多走一段路了 短暂的续旧后 都突然带来了在与直播据点附近发现鬼娇的消息 虽然都向鬼娇说明了右的情况 但鬼娇却不怎么理睬都 显然她认为只有右才有资格和她对话 明人知道这时的鬼娇是代徒最忠实的部下 想要策反对方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右亲自前往了 右嘴角微微上扬 之后表示鬼娇就交给她吧 和右一同前往的还有佐助 因为他不放心刚做完手术的哥哥 就这样明人告别他们返回了木业 而佐助兄弟二人根据多的情报很快便找到了鬼娇 鬼娇看到是又来了内心难免波动 当看到右身边的佐助时他有些惊讶 上一次见到佐助还是在和右一起去木业的时候 没想到三年没见变化如此之大 但更令他没想到的是 有着血海深仇的兄弟二人居然结伴形的出现在他面前 右上前的表示自己接下来将脱离小组织 他问鬼娇今后有何打算 对于鬼娇又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信仰 但戴土同样是让在物影迷失的他迷途之反的人 为此鬼娇也不可能轻易背叛戴土 这一次他想通过和右娇手来确认自己的内心 右欣然地点头答应 佐助不禁有些担心右的身体 毕竟他才刚刚康复不久 右一眼就看出了佐助的心思 他笑着让佐助不用担心 他身上的热血早就在涌动 身体更是几乎已经完全恢复健康的状态 佐助文言默默地退到了一旁 二人结下对立之印后 鬼娇快速发动了水盾与四角 树条由水化成的鲨鱼朝着又快速飞奔而去 又站在原地微然不动 之后掏出几发记着起爆符的苦物抛向了水鲨鱼 水鲨鱼瞬间便被拦截 但鬼娇却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原来他这个树还暗藏着玄机 被起爆符炸开的水鲨鱼在空中又化成了更多的小鲨鱼 对于这个树鬼娇相当有自信 他相信没有人能完美地躲开他的这个树 果然又只能双手交叉进行防御 他的衣服出现了多位破口 鬼娇乘胜追击 立即抄起娇机飞奔上去对着又猛劈而下 但又的身形却突然散作一群乌鸦 原来刚才中招的只是他的乌鸦分身 鬼娇并不感到意外 毕竟他的对手可是健康的语志波幼 二人的热身运动到此结束